台中這位田老闆呢 因為自己很愛吃滷味 但他又覺得傳統的滷味店呢 是選擇有限的 也因此他乾脆自己發明了 全臺第一家滷味自助吧 豆干蒟蒻捲超多食材 在眼前一鍋鍋排開 老魯滷味飄香色澤誘人 台中這位田老闆自己愛吃滷味 開了全臺灣第一家滷味自助吧 數十種滷味愛吃多少任你家 我當客人來點一個主餐 然後就可以無限量供應 而且可以吃到很多不一樣的口味 有別於傳統的滷味店 大部分都只能夠外帶 還要花時間等待滷味加熱 老闆運用自助吧經營模式 讓滷味店再升級 而滷汁更特地研發 吃起來比較甜口 區別於一般傳統常見的中藥 以及麻辣基底滷味 才開業幾個月 非用餐時段也有民眾來打牙計 一顆顆混沌放進油鍋裡 炸得金黃酥脆 湯麵裡有菜有蛋有供丸 再加上炸混沌 整碗料塞得滿滿滿 還只要六十元 南投中興新村第一市場裡的 這家小吃店在地經營三十五年 這碗招牌麵雖然菜單上沒有 但同班美食飄香 當地人都知道 鐵板上九層塔淋上蛋液 再加上酥炸蔥油餅 南投中興國中側門 這家蔥油餅攤位前打牌長龍 全部都是剛放學的學生 因為這份蔥油餅不只好吃 銅板價加蛋一份才二十五元 為了要讓國中生吃得飽 高齡八十五歲的阿嬤 還特地來到攤位旁當義工 要讓蔥油餅飄香 維持學生們的同班小確信 記者高麗虛凱迪衛少雨 台中南投綜合報導